金蒜子饮食集团 礼聘天津狗布里大师傅 主理金味包子铺 现在在湾区也能吃到天津包子了 猪肉三鲜包 猪肉白菜包 香菇油菜包 听到就想吃了 金味包子铺 价格便宜 自助市服务 方便快捷 地址 Fremont永和Plaza 阿信茶餐厅旁 电话510-249-5688 好消息 新龙南湾分店新张 现在不用长途跋涉开车去旧金山 在Fremont就吃到 新龙港式大排档风味的 粥粉面饭 名炉烧腊 获气小炒 特会推出片皮鸭套餐 只售88起 新龙在南湾Fremont 36659号 Fremont Boulevard 金斯托尔滕 电话510-795-1018 795-1018 视野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精彩资讯扩展视野 周一至周五 湾区热线 让您资讯生活精彩绽放 直播室热线 18888-323 8888-323-8888 8888-323-8888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说即将要离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走入别人海里 不要什么懦念 只要天天在一起 我不能指望 它偏偏回忆活下去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恩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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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童谣老师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湾区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大家等了很久啊 因为童谣老师 不是第一次来到湾区 对不对 是的 应该是第二次来 这里要为大家唱歌了 太棒了 所以刚刚听到的 这个是邓丽君的歌曲 但是呢 是童谣老师所唱的 那童谣老师 其实他的身份 非常的特殊 他本身呢 除了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系之外呢 他以前在国内 也是在军队服务过 是吗 是的是的 这个身份的话 每当我看到我去 为战士们唱歌的 这些影像的时候 就也想到 邓小姐以前也经常去 为战士们唱歌 对 他在国内的时候 尤其在台湾啊 他也常常去烙军 对对对 到台湾烙军 对 然后刚刚童谣老师也分享 他在南湾开唱的时候 有很多人很喜欢 对不对 我是在今年的过春节的时候 在南湾参加一个 我们 像春晚 对对对春晚的 但是当时只唱了两首歌 嗯 刚刚呢我在访问 这个童谣老师的时候 就在私底下的时候 他刚刚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也觉得相当的感人 因为他其实以前在军队服务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 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听他这么优美的歌声 可能只有一些国内的演出 对不对 一直到2012年是吗 离开军队 是的 对2012年的时候才有 能够到全世界各地去演出的 这样的可能性 在军队的时候 是不可以随意的出国的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哦 我说这么美的一个声音 是怎么被挖掘出来的 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小故事好吗 嗯 嗯 其实我是在大概高中 然后大学的时候是 特别爱听邓小姐的歌 嗯 嗯 其实我相信一个道理 就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是 是因为我热爱 所以我才听她的歌 那没有 因为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嘛 当时学的是 唱的是名歌 名歌 嗯 其实和唱邓小姐的歌 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 嗯 就是有一次有个机会呢 当时是邓李军基金会 是 是 当时是邓长喜先生 他的弟弟 邓李军 对对小姐的弟弟 他们在两岸三地做一个小城故事音乐剧的选拔赛 嗯 那 大陆赛区的那个点呢 是设在成都 嗯 而我呢是四川人 是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呢 去参加了这个比赛 哇 这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唱邓小姐的歌 第一次吗 是的 以前都是唱名歌 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邓小姐的歌 哇 但是那一次的机会就让童谣老师一鸣惊人了 嗯 因为刚刚私底下我请教他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要唱邓小姐的歌 除了是音乐歌坛当中的很多的老师 嗯 他们会评论 他们在听还有很多的歌迷之外 其实家人是最了解 对不对 但是 对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姐的家人 第一次认识 他们听了您唱歌以后什么感觉 嗯 我有我有问 我后来拿了冠军之后 我有问 我说 我觉得有还有两位歌手的 其实唱的比我更好 更成熟 是 为什么我说是第一名 他们说舞台呢 他们觉得舞台不仅是一个 是听觉的一个艺术 也是视觉 还有一些气场 就是综合的一个艺术 可能综合来说 我可能更占优势一些 所以就选了我当冠军 哇 所以 童谣老师他的歌声是 连邓丽君的家人都是认可的 他们说 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 他们觉得是最像的 为什么呢 我刚刚跟 童谣老师在沟通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因为好多人其实 在模仿邓丽君小姐的过程 可能是用声音 用动作 那种微妙微笑的一些歌迹 但是呢 童谣老师更注重的是 跟听众 还有跟下面观众的互动 是吗 是的 嗯 我大概在 现在在全球做了 有200多场的 演唱会了 对对对 是演唱会 嗯 如果演出就不止了 对 200多场了 嗯 其实在演出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觉得 除了在听我唱歌以外 更会觉得是一种 情感和爱的一种交流 是真的 所以不管每一次演出 大家会带 还有带家人啊 不管是父母也好 还有很多小孩 对 包括很多小孩在整个演出 就是过程中 他们都会很投入 嗯 都会和我互动的都很好 对 所以其实刚刚讲到说 七十几岁的长辈 对 经常有坐轮椅来 坐轮椅 看演出的 嗯 我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讲 一个很大的寄托 因为现在童谣老师 会固定每年到一些 固定的国家去演出 那 是的 对 比如说像新加坡 每年都会演出 今年来我们这里两次了 嗯 对 但是我还没有在美国 就是还没有做过那个演唱会 对 至少在湾区还没有做过演唱会 好 现在广大的歌迷朋友 还有我们的赞助商 已经听到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 一定有很多人想要邀请 童谣老师过来 哦 我也期待见到大家 那我们也进一步来 请教一下童谣老师 因为他年纪看起来相当的轻 是从小就听邓丽君的歌吗 应该是在情斗初开的时候吧 嗯 不是从小就听 嗯 那是几岁开始唱 就是几岁开始会在家里面唱啊 或者是在外头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 嗯 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唱的 嗯 大学的时候才会 才会去理解一些他的歌曲 嗯 的感觉 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请问一件事情 因为好多人在 模仿邓丽君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会刻意去调整自己的音频 那您是天生跟邓小姐的声音就很像 还是说您也有刻意去模仿他一些音调 啊 我相信没有人的音色形象思想 就像树叶一样 我相信一个大概就是没有同一片 世上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 是 人和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会有去学习他模仿他的地方 但是随着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会喜欢邓小姐的歌声 但是随着你对他的歌曲的了解 对他为人的了解 你不光光是爱上他的歌 其实你会爱上他的人 包括会经常遇到一些他的 曾经的老朋友啊 或者什么的 会学习他如何与人相处 在我们对他的了解中 他真的是很有亲和力 很善良的一个人 对 所以不分年纪 大家都很喜欢邓丽君 我们待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童谣老师这次呢 来到我们旧金山湾区呢 是有一个很棒的演唱会要开唱 但是呢 时间的在10月15号 在下午的第一场 已经全数售票 已经都卖完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邀请大家 赶紧要抢这个第二场的票 好 那时间呢 是在10月15号的周日下午 是在金水赌场的度假村 电话可以拨打4153928928 4153928928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呢 我们继续来跟陀老师聊一聊 他唱邓丽君的歌曲 有没有最喜欢哪一首呢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位于Fremont永和超市4E美容 有30年美容经验的杨女士 深受客人好评 一次永久去除各种顽固般 超身刀除皱 改变V字脸 韩式秀眉 新客人优惠哦 地址Fremont永和超市 4E美容电话510-252-9393 510-252-9393 华夏家景地产学院 Goodview Realty 华人名校 独家经编讲义 一学一懂 最新精准考题 加实物训练 创湾区 最佳考取率 及最佳学生评语 免费试听保证考取 Top Agent一代一 同时我们有学费返还计划 还有卖房优惠 专业的团队 免费帮您staging 快速高价 把你的房子卖掉 华夏家景地产学院 南湾三番市两间分校 电话408-621-9920 408-621-9920 或上网 GoodviewRealty.com 高中12年基生的家长们 今年的大学申请已经开始 这个月递交提早申请资料 就是学生提高录取机会的 最佳策略 大学申请的全非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协助您顺利进驻顶尖大学 10月13 14号三场英文讲座 赢在终点的大学申请资料 主讲人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全方位总顾份 请务必定费 408-725-8882 510-354-8888 中医针灸 美国好流行 一年一度的美国针灸 与东方医学日来了 加州武系中医药大学圣河西校区 10月22日热烈举办 中医疫诊和多场健康讲座 讲座包括针灸和按摩治疗 幼儿病症和内科病症 体验传统中医绝棒机会 请立刻上网优先报名 谷歌或脸书搜寻 加州武系中医药大学 网搜加州武系 健康人生就从加州武系开始 ANA安娜家具 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由意大利名师设计的新潮家具 到美国大师的经典创作 从卧室 客厅 餐厅 办公室家具 到全屋的装饰品 尽在安娜 安娜家具 质优款量 价格优惠 欢迎光临安娜湾区 San Francisco San Mateo San Jose 和Unicity 四大展厅选购 电话 650-212-2288 美好生活 由安娜开始 安娜furniture.com 妈 这里就是百灵园了 这里环境山清水秀 背山面海 真是先人安息的风水宝地呀 还可以保佑子孙 事事顺利 诶 这儿福地贵嘛 中阳节期间 百灵园 百恩园 还有百祥园 有特别优惠 生前预购福地 服务及货品 均有25%的折扣 还有免息分期计划 以及其他的优惠 更加有机会 获送免费的礼品 及奖品 查询电话 415-765-9986 或1888-339-2888 视野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精彩资讯扩展视野 周一至周五 弯曲热线 让您资讯生活精彩绽放 直播室热线 1888-323-8888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情形 人生的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情形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所以我求求你 别伤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弯曲热线 我是主持人紫贝 您现在收听的是 新岛中文电台 国语台FM96.1 今天的节目呢 是非常温馨的时刻 我们请到了小邓丽君 今天也是很开心哦 因为好多好多他的歌迷哦 我们再度把童谣老师 请到现场来 童谣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 我还请教了童谣老师 我说哇 您是学声乐的 但是跟邓丽君的歌曲 这个是差别很大 对不对 是发声的位置都不一样的 是的 是的不一样 对 大家也知道 我以前是学唱民歌的 中国传统民歌 音乐是很高的 对 但是呢 邓小姐的歌之所以 能够这么传唱开 因为它的音域比较低 大家都可以唱 但是大多数用的是这个真声 所以说特别的入耳 也特别的贴近你的心 对 而且传唱度也很高 在有一次访谈当中 我无意间也了解到 就是童谣老师还讲 他觉得说他在舞台上 唱邓丽君的歌的时候 好像是他生命艺术的一种延续 因为你有遇到好多感动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那你也跟我们聊聊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 到您的演唱会上面 去听邓丽君的歌曲 都有自己心目中一首或两首 极爱的邓丽君 您概念有没有呢 我 我很贪心 会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会喜欢不同的歌 可能甚至于有时候 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 就是比如说 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再哼一首邓小姐的 什么什么样的歌 失恋的时候 可能又会取恒他 比较伤感的歌 就是状态很甜蜜的时候 就甜蜜蜜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再见我的爱人 是 那太多好听的歌 可以贴入我们的生活了 我要帮我们广大的 Facebook脸书上面的歌迷 还有我们的听众们 做一个小小的要求 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请您现场 清唱一小段好吗 好的 那我现在新剧比较好啊 唱什么 唱甜蜜蜜吧 好的那我唱几句吧 好吗 好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哇 谢谢 好好听 谢谢 好甜蜜啊 听得我们这个直播室的导播 也笑得甜蜜蜜的 童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两百多场的演唱会当中 其实有时候不只是在国内 全世界很多地方 像是澳洲啊 新加坡 现在来到美国 您在唱邓逸君的歌的时候 您一定可以感受到台下观众给你的反馈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 因为因为每次观众因为大家会离得比较远嘛 对 然后也不太有机会可以说真的这样 但是会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观众会 我每一次的演唱会 他们会自己在网络上搜我的一些行踪 然后都会到现场 还有这样的歌迷会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 找到了后台 然后把这个我需要吃的晚餐呢 因为知道我们在那里走台嘛 很紧张的 工作很紧张 把晚餐给我送到后台去 好贴心啊 是的 就用尽方法想要跟您接触 对您好这样子 对 想要对我好 我相信他们是因为 首先是喜欢邓小姐嘛 对 所以把这种情感想要延续下去而已 我们现在也很期待 因为这一次这个老师来到我们湾区 他刚提到春晚的时候游过来 那今年有没有机会 就是明年的年初的 活动 应该可能明年的活动的话 春节的话我可能会去欧洲 去欧洲 现在暂定可能会去欧洲 所以其实在担任小邓丽君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时期 因为你真的需要到全球去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华人 都喜欢邓丽君小姐的歌 现在的进而会来听 童谣老师的演出 我也想要请童谣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讲您到湾区的感觉 因为这是您第二次吗 我上一次是在San Jose的那边 那个什么 那个剧场做的 但我当时只唱了两首歌 印象是当时好像有很多是台湾的观众朋友 他们当时反应还很喜欢 在南湾 就两首对他们来讲太少了 所以这次他们在 又可能再邀请我过来 就多唱一些 那童谣老师这一次在礼拜天的 这个表演当中 您准备了几首歌曲啊 十首歌 耶 刚刚怕说他又讲两首 十首歌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喜欢的话 我可以为大家再多唱两首吗 看看 真的啊 太好了 所以十首里面肯定会有一到两首是我们好喜欢好喜欢邓丽君的歌 那我也问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邓丽君小姐 她其实是有唱了一些日文歌曲 你有特别去练日文歌曲吗 有专门练啊 真的啊 有会唱 对好几首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15号的表演 也有机会可以听到 几乎所有邓小姐的语言的这个曲都有唱 哇 都有 有闽南语啊 闽南语歌 华语 对 粤语 日语 英语 都可以 哇 任何语种都有 太好了 所以这一次在15号的演出 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邓丽君小姐 也很喜欢童谣老师 但是在10月15号的下午第一场的已经全数受完了 是吗 我都不知道 那我太开心了 谢谢大家 现在只有剩第二场 那我也害怕第二场大家会抢不到 所以请大家赶紧拨打这个电话 4153928928 谢谢大家 谢谢 4153928928 赶紧来抢这个下午的票 好今天呢 非常感谢童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跟收看 那期待呢 在15号的时候可以看到您 然后也可以邀请您看团老师的演出 好 我们下周一 朋友时间 湾区热线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